今天我们刚所读的圣经 是在《使徒行状》的第14章 在第14章的19-28节里面 这里面所讲到 当时的保罗在路斯德 他所预警的一个事情 相信过去几个星期 我们讲过兴旺教会的基础 是应该拥有神的权定 神的权柄是教会发展的 很重要的基础 另外星旺的教会 应该相信并承认耶稣基督是主 一个星旺的教会 应该是相信并且传递 永生上帝的道 一个星旺的教会 也应该有很多追寻 并且顺服神的道德 不仅如此一个星旺的教会 今天我与弟兄姐妹所分享的 需要有很多的服饰 并且是一个整全的服饰 所以一个伟生的基督徒 应该是一个服饰的基督徒 一个服饰的基督徒 应该是一个伟生的基督徒 一个兴旺的教会 就需要有大量的伟生的 服饰者的参与 我今天的题目是整全的服饰 好 当我们看这帮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使徒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他们都是大有权柄的 所以保罗跟巴拿巴 他们在以歌念一代传福音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的呢 我们看到的是四章的第三节 圣经说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完了依靠主放党讲道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他说主就借着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其事 证明恩道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们跟巴拿巴 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他们是有能力的 他们能够行作神迹其事 而且到了路斯德的时候 我们更看到 他们在城里面 就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器 就是叫一个生来救瘸腿的人 起来行踪 而这种结果导致的是 全城的人都轰动 所以他们拿着花圈 过来抱保罗 把他们当成宙师 把他当成希腊的神 那个希尔弥 各位亲爱的这种姐妹们 当时呢 你发现令人非常诧异的是什么呢 这样大能的福音使者 但是他后来却任人宰割 像小绵羊一样 他们在民众无力的对待面前 他们毫无反抗的力量 所以你知道 当他们在一念歌 传福音并神迹其事之后 第五节的圣经会告诉我们 那是外邦人与犹太人并 他们的长官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 用使头打使徒 那使徒们怎么办呢 就逃了 他逃到哪里 逃到了这个路斯德 当他们逃到路斯德之后呢 我们就刚才我说的 叫一个瘸腿的人 行来行走 所以当地的人几乎都来 把他当成神来拜他 吓得保罗和巴拿巴 撕裂衣服说 我跟你们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人 但是你看到 圣经第十九节 大家一起看 第十二 前面的十四节里面 十三节是他们 那个宙师庙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来门前 往来向使徒献祭 把使徒们当成神了 但是到了第十九节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面 当有一些犹太人 从安提亚和以歌念来 他们就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后来打到保罗怎么样 以为保罗死了 就把他拖到城外去了 所以这样反差的事情 并练放在一起的时候 千亿众子 我不知道你看到 敬文是怎样的 我觉得非常的难受 好像很不可思议 但是我告诉你 基督教就是如此 在基督教的历史里面 神迹其事不计其数 基督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宗教 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讲 但是你知道吗 基督教的历史 是遭受逼迫的历史 他是最为软弱无力的 他也是遭受逼迫最多的宗教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作为一个服侍者 也是如此 巴拿巴当行了神迹之后 场面非常的夸张 大家把他当成神来拜他 当时一转过来 他就受到逼迫 圣经怎么说 打用石头打到以为死了 把他推到怎样 外面去了 就是这样的场面 可以很形象地看出 一个服侍的人 他可能所遭遇的不同的待遇 一方面 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被称为神的仆人 但是另一个方面 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是被人所厌弃的 一方面一个服侍上帝的人 他带有神的权柄 他是被上帝所差遣的 但是一个服侍的人 他常常会受到伤害的 你知道吗 有很多的牧师传道 他是被伤害到 像孩子一样的大哭 我就遇见过这样的人 一方面 一个服侍的人 他可能会受到拥戴 受到信徒 中学弟兄姐妹的尊重 但是有可能 另外一方面 他就遭受极大的逼迫 而问题就在于 你如何去面对 你荣耀的时候 你又如何去面对 你可能遭受羞辱的时候 圣经的十九节会 告诉我们 当这些人过来 被挑唆 用石头打保罗的时候 以为他怎么样 死了 把他拖到城外去了 我看到这段经文 我就特别的心酸 你知道一个人 被用石头打到 致死 是怎样的状态 别人以为他死了 说明他怎么样 很惨的 你知道用石头打 不用一个 你一颗子弹打过去的时候 你看不到流血 当时如果用石头打 以为他死了 是一个非常长的状态 当时你看到的 你看到接下来 二十节里面 蒙徒最围着他的时候 他怎么样 就起来了 好像呢 完了去哪里去了 就整进去了 你又看到是一个 好像摔了一跤 拍拍屁股 重新走一路一样 是这样的吗 我告诉你 圣经的叙述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对我来讲 最伟大是保罗 起来之后 他去哪里了 按理说 这个城里面 把他打到致死 又把他给拖到城外去了 他现在起来了 我告诉你 保罗最囊的就是 继续进入这个城市当中 我告诉你 这个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当时保罗他做到了 我常常说 我很佩服那些 那些推销员 当当当 要推销产品 对不对 完了之后呢 你开 看的是推销员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 我以前的做法 跟现在的做法不一样 自从看了这段经文 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 看到箱都不要 完了 怎么样 不要把门给关上 我告诉你 推销员 最大的勇气 就在于 当他刚刚 比这一家人 拒绝的时候 他又要敲 另外一家的门 这个是需要 极大的勇气 你传福音的时候 是否是这样 我以前传福音的 我发福音单张的时候 我们前段时间 还在发福音单张 你知道发福音单张 我们的这些学生们 我们国庆的弟兄姐妹说 你知道发福音单张 是很需要勇气的 对不对 人家接受了 谢谢你 你也很高兴 人家呢 看都没看 把他扔在垃圾桶里面的时候 你再发出去的时候 他是需要勇气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就看到了 福士是有权柄的 但是怎么样 也经历了很大 很大的可能性的逼迫 你想到保罗是想到什么 你马上会想到 是一个伟大的使徒 他是个神学家 他是个大有能力的神 但是你知道吗 保罗 他后来他非常坦诚的 像哥林多教会的 一些弟兄姐妹 他怎么说的呢 我下面念 你看 保罗他说 直到如今 我还是又饥又渴 又刺身裸体 我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就上去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当成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的扎载 万物的长扎 我告诉你 这就是保罗的人生 你知道今天我们学习保罗 我们就看到他是很伟大的使徒 你知道吗 在保罗 你要念保罗的话 几乎每一节圣经都是可以 每一节的圣经都是可以拿到一个PhD的 大家都在研究保罗的神学 研究保罗的话语 当时保罗他是这样一个人 他说我是被抗作世上的乌贵 万物中的长渣 一个整全的服饰观念就是 你要做好准备 面对可能的状况 我相信看到两位很尊敬的长辈 他在分享这么漂亮的 圣约翰忠心的时候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能够有的那一份的曲折 甚至羞辱 今天我想说 今天我们的服饰 不一定会因为信仰 关在监狱里面 我们不一定会像 在伊拉克那里的基督徒一样 因为信仰被杀害 但是我们可能会遇见其他性质的受伤 我们可能被闲言 嫌疑所伤害 我们也可能被别人当面的指责 所伤害 甚至我们可能被忽略 被人忽略你的服饰 而受伤害 又或者你看到服饰 没有效果 你也难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 对我来讲 你知道我最难的服饰 不是以前在农村里面 也不是在温州的服饰 我最难的是在新加坡 我做神学生的时候 我的服饰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带新加坡在一个教会里面 做一个青少年的服饰 你知道做青少年的服饰 才是最难的 这些长老的孩子 执事的孩子 是最难去搞定他们 说实话 我不告诉你很不夸张 我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我都害怕起来了 天哪 礼拜天又要面对他们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教的主务学是五个学生 但是有一个学生不常来的 所以有一次那个学生没来 学生四个 我一个 所以我在讲话 他们也在讲话 完了有一个学生还特别调皮 他就笑我 他说老师啊 好可怜啊 那个学生没有 第五个学生没有来 如果那个学生来了的话 就可以陪你讲话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说那两个人在讲话 另外两个人在讲话 我一个人在讲课 他说那个另外一个学生没有来 他来了就可以陪你说话了 现在的弟兄姐妹们一定会有的 所以一个整全的服饰 一方面我们要知道 我们是带着神的权柄 带着神的能力去服饰 但是另一个方面 你一定要做好 在服饰里面 可能的困难 和服饰过程当中 可能的伤害 历史历代的人都有 都有这样的 今天教会一直在鼓励弟兄姐妹 参与服饰 但是对不起 我还是想说 你在服饰的过程里面 一定 一定不是一方分顺的 你一定会享受到 服饰所带过来的喜乐 阿们 所有的服饰者们 阿们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在服饰过程当中 你一定获得获得到 可能有的伤害 这是一个整全的服饰观念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 传福音 也是需要教母 牧养和教导 第二是一至二十三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保罗第一次旅行 步道的时候 他就是传福音 你知道什么叫步道 就是传福音 就是宣教 但是一个整全的服饰观 不仅仅传福音 也包括了对所信之人 有真理的讲导 和具体的生命关怀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 他就重新回来的探访 路斯德 以格列和安提亚教会 对那里的教会 进行逛彻失踪的一种关怀 包括什么呢 包括首先就是 兼顾蒙徒们的心 如何兼顾呢 就是以神真道作为基础 来教导他们认识真理 圣经并且第二个方面 是什么 就劝他们 横守所信的道 这里的劝 另外的方言就是 鼓励的意思 那这里的鼓励 就是可能是一种激励性的 主要是输注于 情感和意志方面 你们要怎么样 鼓励他们 横守所信的道 那第三个 并且要警告他们 有患难的可能 这也是一种关怀 告诉这些基督徒 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你进入神的家里面 你可能在信仰的道路里面 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 你要做好准备 这是一种关怀 不仅仅如此 第三个关怀是什么呢 他就是设立教会 旋律长老 你知道吗 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 主要在群体里面产生的 所以保罗跟巴拿巴 必须确保这些群体 有网上的组织 所以他设立长老 使各个教会自立自治 并且让教会能够自己管理自己 无论在财务上 无论在行政上或者他的发展上 这是一种关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服事不是传福音 服事也包括传福音之后 你如何把一个刚刚信主的人 带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们的教会 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对新性的弟兄姐妹 在真理和灵性上 也给予足够的教导和关怀 这就需要很多的老基督徒们 在座的人 长进的基督徒们 你要有意识的去接纳 去帮助那些新性的 来关怀他们 来帮助他们建造自己 我们教会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受习 每年都会有很多人厥制 也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转会 但是我们教会需要提供一些平台 去关心他们的生长 说实话 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 有很多人他刚刚受完习 完了就马上就教会就不见了 当我们说这一段的时候 作为教母同工 我们应当负起更多的责任 但是我也盼望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怎么样 多一些关怀 教会里面有主学 有团契 还有周上网上的查经 白天也有礼拜四的查经 所以我盼望 新性的弟兄姐妹 基督教不是说 我信 我宣 决志 我受洗就是了 不是的 它是全部 它是包括你整个的生命 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教会来说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平台 来关怀和帮助他们 其实你知道吗 对我个人的经验 我最热心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高中参加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最渴慕去读圣经 研读圣经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带领查经的时候 所以我想说的是 弟兄姐妹们 参与教会的服事 是你灵性成长的 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你知道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招待 需要有人 我们的师班 也需要有人 包括我们家灵会 需要同工 我们的团契 也需要同工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鼓励弟兄姐妹参加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盼望在座的 你如果信主五年以上的 可不可以你有一个 有意识性的 对不起 我是说 你有意识性的去光心一个人 你有意识性的去 给一个人打电话 或者约他出去吃饭 完了呢 和他一起祷告 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能够 对一些新的会友 一些新的弟兄姐妹 有意识性的去光怀他 帮助他成长 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很感恩在我 在服侍过去信仰的道路里面 上帝在我旁边 预备的一个一个的天使 所带给我的祝福 我现在一想起来 我会记住那些脸 那些曾经在我信仰的道路里面 在我服侍的道路过程当中 给我帮助的那些人 那些弟兄姐妹 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弟兄姐妹们 你 可以成为那样一个人 去光怀 去帮助 他们 在他们信仰的道路里面成长 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人就过来 跟我讲 你知道吗 我现在是传道人 我念神学 但是我 以前就在你的教会里面 觉知信主的 因为听过你的一场布道会 而觉知信主的 有一天 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来一个传道人跟你讲 你知道吗 以前我就是青少年 在你的国庆团器里面 我读大学的时候 你们光怀我 给我吃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来教会 后来我做传道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第三我想说的是 有数托付 当时也有所交代 接下来二十四字 二十八节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 第二十六节里面 就知道使徒后来来到了安提亚 好 这一段经文里面 你看到二十六节里面 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怎么介绍安提亚的呢 它里面特别有一段经文 介绍这个安提亚 这个安提亚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二十六节 它说就回到了安提亚 安提亚是什么呢 就是当初 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 要伴现在所作之功 就是那个地方 好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看到 十三章的第一至第二节里面 十三章 我们看到十三章的圣经里面 翻过来 我们看到十三章的圣经当中的时候 这个是保罗跟巴拿巴 被安提亚教会怎么样 分派去做神的功 你会发现 他们在静止祷告的时候 圣灵就说了 于是静止祷告 按收在他们身上 下面一句话 就打发他们怎么样 去了 谁打发他们去 谁打发他们去 就是安提亚教会 对不对 打发他们去了 但是安提亚教会 之所以能够打发他们去 因为他们是被圣灵所拆遣的 第四节你看到 他们既被圣灵拆遣 你会发现没有矛盾的 一方面 他们是接受着 安提亚教会的拆遣 去传福音 但是另一个方面 圣经会告诉我们 路加说 这是他们被圣灵 所拆遣去传福音的 好 现在我们再回来到 二十六节的时候 所以使徒们 他们也知道 二十六节怎么说的呢 二十六节的圣经 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当初他们怎样 被众人所托 而且怎么样 蒙神之恩 现在要做的这些事情 现在他们就回去了 好在这里面 我们就看到一个 事公和事奉的一种的区别 对安提亚的教会来说 他是差遣保罗和巴拿巴 去宣教的弟兄人 那保罗和巴拿巴 在行政上就需要向安提亚教会负责 所以他就回来述职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 事公不等于事奉 所以呢 他们又非常知道的是什么 他们是被圣灵所拆遣的 他们所做的功是蒙神的恩典的 这是什么 这是事奉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教会的工作 事公 我们一方面是事公 因为教会是一个有形的组织 它是有行政架构的 有次序的 需要交托的 也需要交代的 如果我们说 我自己舍别做什么 只需要向上帝负责 不需要向人负责的话 那会乱的 那你是独行侠 那你一定会带来混乱的 一定会产生不和谐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不要只只担当地 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去工作 只把它当成一个事公而事公 没有一个对上帝交代服事的心态 因为如果你只有事公 却没有事奉的话 那你一定会不火热去事奉的 你只是为了交代而交代的 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原因 只是因为没有人做 或者说长辈叫我去做 我没办法我要去做 那是事公 如果一件事情 你做的原因是为了服事上帝 那是事公 事奉当中的事公 如果你不想做的原因 是因为别人批评你太多 这是事公 但是如果你继续服事 在批评当中 你继续服事 这是事公的事奉 如果你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肯定你 没有人向你说谢谢 这是事公 但是如果没有人肯定你 但是你却仍然继续去做 这是事奉的事公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非常的勉强 这是事公 但是如果你为这些事情 你非常有热情 你很兴奋 这是事奉 如果你光线的只是成就 这是国效 这是事公 但是如果你光线的是一个信实 是对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这是事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一个真正服事者 你需要热情 如果没有热情的服事 就失去了力量 热情是什么呢 是一股热气的一种情感 它就有强大的一个力量 使你有活力 使你充满渴望 你知道耶利明他怎么说的吗 耶利明20章第9节 他怎么说 下面请注意我读的这段经文 耶利明说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他说我的心里觉得 似乎有烧着的火 塞被我的骨中 我就航忍不住 我就不能自尽 他说我如果不好好去 说谈论神的话的话 他说我的骨头里面 好像有火一样在沼着 所以让我不得不去失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一个真正 有服侍心态的事分 是一个甘心热意的 一个事分 比如说我 说我们做招待的时候 我们做招待需要向人负责的 我们有崇拜礼师 今天的主席就是崇拜礼师 在理论上 招待的弟兄姐妹需要向他负责 但是从事分的角度 你是在事分上帝 所以我们应该有热情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 有很好的态度 不是做个人看的 去服侍 我们在师班也是 师班弟兄姐妹很辛苦 但是他们在事分 我们在各个教会里面 所做的事情也一样 我们是在事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为了事工而事工 我们是为了服侍上帝而事工 问题就在于 我们如何把握 我们这一份的热情 求上帝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今天我想说 我虽然是一个 很年轻的一个传道人 我喜欢别人说我年轻 但是我想说 我在教会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也服侍过不同的教会 在东北我服侍过 在温州南方我也服侍过 但是我想说 我在教会里面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长辈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在教会的投入 让我非常的感动 包括我们古区 国域进行会 我很想点几位 弟兄姐妹的一些名字 但是我想说 你知道吗 因为当我点名字的时候 我可能会忽略其他 默默地忠心服侍的人 其实我知道 在教会的一个成长 一定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 参与服侍 所以让我的年轻 作为一个年轻的长达人 感觉非常的愧疚 可能你都不知道 我们正式崇拜之前 我们的长辈 石伯伯 他早早来了 打扫卫生 你知道吗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求上帝能够 特别地怜悯我们 让我们参与在教会的师父里面 我不知道 我们常常这样的邀请 会不会让你感觉很难堪 你知道在有个 美国盖洛普调查 很有名 对不对 他有一次调查发现 他说美国的教会里面 只有10%的教会 会有活跃于某一种的事工当中 比较活跃 那50%的会有呢 他说无意于服侍任何的一个事工 50%的人都无意于任何 好像我们教会 应该不止10% 有很多弟兄姐妹 但是我之所以能够继续邀请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盖洛普调查里面 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 是什么呢 他说有40%的会友呢 他说表示他很有心去服侍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要求他服侍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服侍 这就是教会 我们需要动员 并且鼓励听众姐妹 能够参加服侍的 现在听众姐妹 不要觉得自己服侍的力量小 你可以很伟大的 在上帝的面前 你的服侍是可以很伟大的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 有个非常默默无闻的 一些主学老师 今天我们也有主学老师 他们在管理儿童的 他们可能是最被忽略的 他的名字呢 叫King Bear 金鲍尔 他在一个洛杉尔 在波士顿的一间教会里面 热心的服饰 他去探访 有个学生在鞋地工作 他常常去探访他 这个学生叫什么呢 叫穆迪 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布道家 后来穆迪呢 成为布道家族 他对十亿个人讲过道 他在英国讲道的时候呢 他接触到一个年轻人 叫迈尔 这个迈尔呢 深受他影响 他写了很多的文章 迈尔圣经人物状 是很有名的 那个书 完了他这些书籍里面 后来影响到一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名叫呢 这个查普门 查普门 他就是读了 麦尔的书呢 后来信主的 后来他也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讲员 他到处去临奉献会 后来有个年轻的棒球 这个球员呢 他听了查普门的那个 布道会 后来信主 这个名字呢 叫Sunday Billy Sunday 很有名的 后来呢 他信了主之后呢 他就各个大城市去讲道 你知道有一亿多人 去听过他讲道 他也成为呢 美国禁酒运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后来他有一次 去布道的时候 有个犹太裔的男孩子信主 那这个人叫Hand 这个汉中 好了 最重要的时刻来了 这个莫迪该 有一次在 北卡罗联纳州区 带领聚会的时候 有个少年人 信了主 这个少年人 就是戈培里 他是世界上最多人 听过他讲道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刚才举的这几些人民 都是世界上 就是美国教会里面 非常历史里面 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要是戈培里 影响到现在 被称为美国人的牧师 但是最开始 只是一个默默 无稳的一个 主学老师 他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不要轻视 你现在的胡思 上帝会用你 求上帝能够 特别怜悯我们 特别是让我们 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们 你要承担责任 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你看到别的长辈们 几十年如一日的 去服侍 一个事供 你是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求你能够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心存敬畏 因为我们深信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神 主啊 你在地上的时候 去服侍 服侍千千万万的人 你交代你的 跟从你的人 也去服侍 今天 两千年过去了 我们教会有很多 很多服侍的榜样 在我们面前 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 伟生教会的基督徒 不要让我们 只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某些的 大教会当中 享受听道 享受聚会 我们却不愿意 去参与服侍 主啊 我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帮助别人的人 成为一个服侍的 服侍者 谢谢你 我很相信 我很相信 你在这个时代里面 对我每一个人 都有你的旨意 去能够让我们顺服在 你的旨意当中 祝福在座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福我们 古区国语进行会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耶稣基督的名求